下雨的夜晚 民宅內火事不停難收 消防人員用手電筒搜尋受困者 19號深夜新北市淡水區淡水路256項 移動公寓3樓發生火警 警消火爆後立即出動33輛消防車 11輛救護車以及104名消防員 儘管火事迅速在15分鐘內熄滅 但事故位置的巷弄過於狹小 大型水箱車無法進入 只能在60公尺外布水線 也連帶影響救災速度 整棟公寓三層樓的住戶都屬於親戚關係 至於三樓救出的一家八口 年紀最大的是一名70歲的婦人 年紀最小的是一名五歲男童 目前都已緊急送往雙北 四家醫院急救 但仍不幸造成三死一重傷四輕傷的悲劇 整起火警的事發原因 仍有待後續調查釐清 但突如其來的惡火 原諒成一場家庭悲劇 何時文才有起 翁前煌 李明威 新北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 畢竟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